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高的兔老大嚷嚷道 我们一根胡萝卜也没有了 得去菜地里拔鞋回来 个子最小的小兔子提醒大家 我去 兔老三第一个跳了出来 向菜地出发了 到了地里 他用力地拔出了一根又大又新鲜的胡萝卜 刚想装进袋子里 突然 一只又高又大的坏兔子跳了出来 他随手一推 兔老三就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大坏兔一把抢走了胡萝卜 你不能拿走这根胡萝卜 大坏兔恶狠狠地大声喊着 为什么不能 兔老三害怕地小声问道 因为你是个大笨蛋 这只霸道的大坏兔大声吼着 要是你敢告诉别人 我抢了你的胡萝卜 我就把你踩扁 可怀的兔老三两手空空地回到家 你怎么一根胡萝卜也没带回来 兔子兄妹失望地问道 因为我是个笨蛋 兔老三伤心地说 不 你一点也不笨 谁说你是笨蛋的 兔子们问道 兔老三低着头不肯回答 别担心 兔老二安慰大家说 我去给你们拔胡萝卜 他说着便一蹦一跳地出去了 兔老二拔呀拔 终于拔出了两根鲜美多汁的大胡萝卜 可就在这时 那只霸道的大坏兔又跳了出来 他把可怜的兔老二一下子推倒 粗鲁地抢走了胡萝卜 你不能拿走这些胡萝卜 他用命令的口气喊道 为什么 兔老二气喘吁吁地从地上爬起来 因为你是个很丑很丑的丑八怪 要是你敢告诉别人 我抢了你的胡萝卜 我就把你踩扁 可怜的兔老二也空着手回家了 你怎么也没带胡萝卜回来 兔子兄妹惊讶地问 因为我是个丑八怪 兔老二红着脸小声地说 不 你一点也不丑 谁说你是丑八怪的 兔子们问道 但是兔老二也低着头 不肯说话 没关系 个儿最高的兔老大 排排胸脯说 还是让我去拔胡萝卜吧 他踩着滑板车出发了 兔老大在地里使劲拔了半天 终于拔出了三根新鲜美味的胡萝卜 突然 那只霸道的大坏兔又跳出来了 你不能拿走这些胡萝卜 他大声喊道 喂 喂 为什么 兔老大吓得结结巴巴地说 因为你是个连路都走不稳的大胖子 要是你敢告诉别人 我抢了你的胡萝卜 我就把你踩扁 可怜的兔老大低着头 伤心地回家了 你怎么也没带胡萝卜回来呢 个子最小的妹妹小兔子问道 因为我是个连路都走不稳的大胖子 兔老大小声地说 不 你根本不是 谁说你是的 小兔子不服气地问道 但是兔老大也不肯回答 这简直太荒唐了 小兔子气得直跺脚 大哥 你不胖 走路也没有摇摇晃晃的 二哥 你根本就不丑 还有你 三哥 你一点也不笨 告诉我 这些坏话到底是谁说的 是那只霸道的大坏兔 兔老大 兔老二和兔老三 一起小声地说 这一回 个子最小的小兔子 带着大家一起去菜地里拔胡萝卜 兔老大 兔老二和兔老三都非常紧张 他们一边手忙脚乱地拔着 一边担心着大坏兔会再跳出来 不一会儿他们就拔了满满一大车的胡萝卜 突然 那只霸道的大坏兔又跳出来了 你们不能拿走这些胡萝卜 他朝兔子兄妹们大喊 为什么不能 小兔子两手插腰 勇敢地问他 因为你是个又笨又丑又胖 连路都走不稳的小不点 霸道的大坏兔大声叫道 我不是 小兔子指着大坏兔说 你才是 不 不 我不是 霸道的大坏兔气得直嚷嚷 快把那些胡萝卜给我 快点 兔老大 兔老二和兔老三也鼓起勇气 跟着小兔子一起大喊 不给 霸道的大坏兔吃了一惊 砰的一声跌坐在地上 可是我真的很饿 这只霸道的大坏兔竟然哭了起来 他看着站在前面的兔子兄妹们 好像突然觉得自己没那么高大威猛了 快给我点胡萝卜吧 他抽气着 求求你们了 兔子兄妹们答应了 他们把满满一车的胡萝卜朝大坏兔推去 哗 瞧 这只大坏兔再也霸道不起来了 小兔子兄妹们答应 小兔子兄妹们答应